基隆最热门的旅游行程 基隆宇登岛观光从4月起开放 不过原本应该忙于载客的娱乐渔船 却一稍稍停泊在必杀渔港 只看到船员对船升及救生医 做清洁消毒工作 因为疫情升温 指挥中心下令游客需打满3G疫苗 才能参加旅行团 让娱乐渔船游客 瑞减到剩不到十分之一 4月22日之后 公布了打3G 然后急那个情形下来之后 我们的班就陆陆续续退 那像我们今天登岛基隆宇限额是1200个 那登岛是100位左右 所以我们大约降到1200分之100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游客的瑞减的比例 团客不能来加上疫情严峻 也波及到周边餐厅 这间已经经营20多年的老牌海鲜餐厅 来客树就大减了七八成 连母亲节这样的忘记定桌树也少得可怜 老板大探比去年还惨 去年还没有那么惨 去年政府还有补助 今年也没有三级也没有补助 然后我们也不能让员工休息 就这样就薪水都要照巴 然后房租什么就是都正常 这个不行 对此许多业者开始思考如何在疫情下求生存 像这一间间营餐厅的金融在地伴手礼业者 就缩减用餐区域 引进各类真控海鲜包加上网路贩售 朝复合式商店方向发展 伴手礼我们也在最近有进行转型 然后把这个变成一个微型的超市 然后让客人来这边可以购买商品 回去自己料理 然后带在家可以自主防疫这样子 销售量来客处也缩减大概只剩四成左右 那我们积极在做一个网路上的推动 那也网路上的销量也有逐渐的成长 借用这名五星饭店也加强外带合餐服务 今年母亲节档期选择在饭店吃到饱餐厅定位用餐 与外带合餐回家的比例已经接近1比1 以往通常都是自主餐的使用比例居多 而且甚至是八成以上都是母亲节用餐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会考虑带回家跟妈妈一起享用 不管是家里有老人或是有小朋友 一起在家里用餐总是比较放心 那目前在比例上已经是无比了 就是外带的部分有占一半以上的几率 大家都希望带外带餐回家使用 在全国确诊人数持续攀升 整个疫情还看不到和缓迹象的情况下 业者选择调整经营形态与服务方式 希望能争取到更多商机 不让企业被这一波疫情所淹没淘汰 记者张启腾 基督报导